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我们这里整个十月分的都一直下雨 我们看这边很多盆栽的一些果酥 都长得不怎么样 因为我们看很多椰子都被酸雨 弄成浆子都掉落掉 这边是我们家的盆栽的一个红宝石龙眼 我来看一下 一直连续的虾雨 很多水果特别是柑橘类的 这段时间就景细就不是很好的 很多都被凋落 我今天会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看这是我们家的今年的橘子 很多已经开始边黄 因为我们现在离春节也大概三个多月而已 我看这棵虚年都还没有长过 今年要长得挺多的 我看长得挺多 可是我最怕就是下雨天 一般下雨天呢 很多这种就是很容易凋落 我会让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这里 这里是一间橙子 前一段时间很多被凋落 在那地方 现在我们看 这些橘子呢 有一些 也已经这样子 然后上面 有一些 感觉上是有一些不正常的边黄 现在我们离春节的还有三个多月 可是很多已经开始 果已经边成黄丝 这样子 也不是很好的 本来是大概 这样子而已 大概这样子而已 可是现在离春节还有很长时间 还有大概一百多天 可是很多都已经开始边黄这样子 这边是前几天我进去高压的黄青果 你看这边有个果 这样就凋落掉了 下雨过多会有这种 其实连续下雨的话 就是会容易让我们的橘子会患上一些毛病 比如说像一些巴勒也不会甜 虽然果很漂亮 可是吃起来 甜度又不够 我们在整个月上都一直下雨 有喝油子 今年的这颗子 只有那个果流下来而已 然后这边是 三年前嫁接的橙子 其实有阳光的还是比较好的 只要温度不要过高 可是如果经常下雨的话 这颗是出葡萄 买了250万月炖 我们养了一段时间 都还没有太好的 椰子都光光的 然后这颗就是黄金 上次我盆栽的 然后又种在这边 搬来搬去 新顿的樱桃 这里 看一下 这边的一些橘子 我们看 都提早的边黄了 这都是一些虾里天的毛病啊 我看这边 今年跟去年的果还是一样多 这边我看这边都变成黄色 就 这边是